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有两宗关于大陆的消息 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所说 印度当局将TikTok 即是抖音的海外版 母公司自折跳动 在印度的两个银行账户 冻结了 自折跳动曾经申请解冻 但当地法院没有批准 案件押后到4月6日再作聆讯 第二宗消息 H&M遭到了大陆当局的约谈 要求整改 在说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 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字节跳动 目前在印度所遭遇到的情况是怎样 路透社引述了两名消息人士透露 在3月中旬 印度当局下令了 要冻结 字节跳动 在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的两个印度的银行账户 因什么解构要冻结 印度当局宣称 说字节跳动在印度的子公司 和他们在新加坡的母公司之间 在线广告交易是涉嫌涂水 其中一位的消息人士还说 除了这两个在印度的银行账户之外 印度当局还下令 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 不要准许字节跳动的印度公司 从他们的税务识别号相关的任何其他银行账户当中 提取资金 由此可见印度当局就是想全方位来冻结字节跳动 字节跳动当然 他们也有作出反击 只不过这个反击就好像没效 根据提交给法庭的一份文件显示 字节跳动在印度的公司认为 在他们的银行账户里头 就只有大约1000万美元的资金 但是当局这个冻结的决定 是滥用了法律程序 使得他们在出粮和交税方面造成了困难 由于他们的银行账户是遭到冻结 搞到整个业务就陷入停滞 字节跳动的印度公司就认为 这样的冻结是侵犯了他们开展自由贸易和业务的权利 他们就入稳了当地的法院要求撤销冻结账户的禁令 但是法院就没有批准有关的要求 聆讯就押后到4月6号继续进行 现在看来 印度政府比起现代的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是更加强硬和坚定的 大家都看到 现在印度政府对中国所采取的手段 那种的独立程度是不输涉给当日的蓬佩奥的 现在一下子就说要凍结了他 在印度那两个银行账户之余 连有关联的那些都凍结了 是不让他拿到资金 其实就等同于叫这家字节跳动 在印度不用生存 在去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之后 印度很快就已经采取了反应 包括了 他们说要封杀来自大陆的apps 原因很简单 要维护印度的国家安全 好了去到今年一月的时候 印度就正式宣布了 要永久禁止几十只中国手机apps 其中一只正正就是这个TikTok 就是抖音的海外版 当时印度就已经是一个叫做山寨的TikTok出来了 而且大受当地的民众欢迎 换言之 印度根本上就是有计划 用他们自己的土炮手机apps 他们自己的土炮科网的企业来取代大陆的企业 其实某程度上印度就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 而字节跳动 亦停止了在印度的运作 因为他们的apps也不能继续玩下去 好了 于是字节跳动就已经宣布了要在印度裁员 目前在印度就保留了大约有1300多名的员工 那这班人做什么呢 在印度没有业务 其实就是从事海外的业务 包括内容审核等等 即是说现在字节跳动在印度请的这千多人 全部都是负责管理海外业务 已经在做一些所谓后勤和客服的事 其实就已经跟印度本土的业务完全无关了 但是印度当局都说要动建你的银行账户 他这样来出手 根本上就是想赶尽杀绝 印度那些工人 当然出了名就是便宜的 而且那班人就是 母语是英语 所以在那里请人 很多的IT公司 科网公司 都是这样做的 现在印度就想 连这一件事都不让字节跳动去做 当然啦 字节跳动也不会这么容易从此收皮 他大可以将后勤的办公室 转移到其他国家 问题就是 他的成本一定会有所提升 因为他很难请到这样的人才是便宜 因为现在请回来的这班人 又懂得看英文 又懂得说英语 这也不但最重要就是那些人的工资够便宜 去哪里找才行 如果找得到 那些IT公司就走了 所以 其实是很难的 现在这一局 字节跳动可以说是硬吃的 因为肉脱针板上 那些资金又被人扣住了 他当然有两个结果 第一就是跟印度当局拆得好 他就交回不知什么税金 诸如此类的东西 就让他继续运作下去 如果拆不了 这个办公室很有可能 都要转移到其他国家 还有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彭博社在2月中的时候 曾经说过 字节跳动是计划出售他们在TikTok的印度业务 买家其实是印度的一家科网公司叫做Glance 现在就变得很难搞 因为那些银行账户都被人凍结了 还买鬼买马吗 起码就要等这一堂东西拆备了 才有可能再去做这一宗交易 但是到底到期时的交易作家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都很难说 因为到期时印度当局又可以出一些怪招奇招 总之大家想不到的东西 印度也想不到 接着我们就去看看大陆的消息 H&M最近就被小粉红来针对 又说要抵制又说成的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所说 就说近日有网民 就向管理部门举报 说H&M的官方网站 存在着一张有问题的中国地图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立即就通知他迅速改正 到底这个什么网民这么厉害呢 我向管理部门举报 立即约谈 到底这个是什么网民那么厉害呢 还是这个网民是存不存在的呢 新华社那篇报道又提到了 说在这个约谈当中 两个部门严肃地指出了 H&M企业的 违法违规事实 责令他要依法办网 要认真学习网络安全法 测绘法 和地图管理条例等的法律法规 树劳国家版图意识 真正做到 规范使用地图 一点都不能错 其实在这篇报道当中 没有说到 H&M那章的所谓问题 中国地图 是有什么问题的 到底是划少了 那个11段线 或者是 划少了台湾 照计不会的 那些企业在大陆做生意 不敢划少了台湾 可能划少了南海 那些 倒序的点点 不知道 因为没有说到这篇报道 但是你说那张地图是有问题的 多数都是在那些 倒序上出事 因为版图就很难错 画来画 但是 没有说到的 整篇报道看完你都不知道他错了哪一部分 反正就说H&M 是有违法违规的 两个部门要求 并且是明确 就说企业的主要负责人 要牵头负责 后组的整改工作 落实网站内容管理主体责任 管理部门将要在今后对此开展 督促检查 H&M企业表示会接受管理部门的训解 将会设计 开展整改 就是改了中国地图 看起来 很小事 鸡毛蒜皮 地图上的一点都不能错 但是这一点 标志着中国的民族专严 所以一点都不能少 那些线也是 九段线 十一段线 全部都不作笑 哈哈哈 但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大陆可能想借着这个机会来来执美赛 因为之前的H&M就出了一篇的声明 但是始终来说他们就不肯完全跪下 不肯作出任何的道歉 令到有些小粉红震怒 在网上 那么现在 叫做约谈 而且要求整改 就好像是做了一些东西来回应 但是 很明显这个约谈 本身所针对的东西不是那么严重 就是说那张地图 又不是说不让他做生意 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想 搞到这一步 其实 再继续下去 这件事情就是要告一段落 不能够再继续糾纏下去 没完没了 因为再这样搞下去的时候 对于中国本身 都没什么益处 第一 中国的经济 有很多都是靠这些 所谓洋品牌的生产来去顶着 如果搞到这些品牌 开始生厌 或者开始 思考他们要将生产线迁移 撤离的时候 大陆自己也没有人 因为会损失了就业纲位 损失了外贸的收入 另外一件事就是 再搞下去的时候 其实对于大陆的体坛 来说的冲击也很大 因为夏季奥运会 就差不多举办了 今年也会继续做的 虽然来到说没有现场观众 但是那些小粉红 一直撤下去的时候 怎样都会难免撤到 那些体坛中人 那些运动员 很多运动员其实都是 接受Nike 或者Adidas 赞助 而且提供了那些所谓特製的 体育装备 昨天我们说过有一段视频 其实很难 扎持之间要求这些运动员 去替换装备 而且你本身用的那些漂亮的东西 你叫他用一些国产货 事实上是追不上 追不上 水平没得很拗 你去比赛的时候 然后也是用Nike 用Adidas 那就说明了一切 不要用安踏 对不对 这些东西是没理解的 你自己的决定 已经印证了哪一样东西是比较好的 所以再搞下去 就没有人 我想到过一段落了 现在叫做 找H&M去约谈 讲一下他那张地图有问题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过大陆有很多东西 都是出人意表的 很难估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